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是逻辑型的 刚刚的同学是属于视觉型的 直接用眼睛看的 那逻辑型的他可能就会想 其实以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发现我们写程式 最早一开始就是写99重法表 那这个在Webbit里面 应该说这种积木式的 其实他也可以像这样做 其实效果也都OK 也就是说回圈 回圈的部分呢 可以做双回圈 双回圈 那就可以写出类似像99重法表的功能 那这里呢我已经有用一个了 在这里 本来是希望各位自己写写看的 但是没有写也没关系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好 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属于回圈 那回圈在 Bit里面 他的积木叫做重复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对不对 我们一般讲的Fore回圈 好 Fore回圈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 因为我迁就于这边 五个 对不对 水平五个 垂直五个 那我就从一到五 那这个 就是刚刚同学提到的 如果你是开发版本身上面的灯 它的圆点就是左上角的这一颗 好 它会从这里开始 然后呢 你看从1 可是它是往下哦 好 它的 这个1 然后再2 3 4 5 它是这样子 好 然后J也一样 好 J的话呢 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1 I是1的时候 那J 又怎么样 这边就坐标 有没有 所以 I 1在这里 然后呢 J如果是1 就是 我应该画成一个 这样子 如果是1 有没有 J是1 哎 这边 它就亮在这里 那相对的 这个是 I I的2 在这里 那 J 等一下 这个 I的1 I的1在这里 然后 这个是 再来 J的2 在这边 然后呢 J的3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这个就是 I的2 好 所以它 待会呢 执行了之后 就像这样 来 马上看一下 就知道了 有没有 所以 当它等于1的时候 J会执行5个 当它等于2的时候 J也会执行5个 所以它就是直直的下来 这样直直的下来 所以像这个呢 其实我们就是用 坐标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用阵列 阵列又可以更灵活 所以用坐标 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 去做出就是这种 灯号的动画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再多做一个关闭的动作而已 一样给各位看一下 好 你看 我在这边 刚刚是用这个颜色 对不对 那要关闭 我们讲过的 其实它的关闭 其实就是设为黑色就好 它就没有一个叫 有啦 bit里面有特别一个叫关闭 但是意思就是一样 它只是一次呢 把所有的都设为黑色 好 所以呢 这个程式直行的 跟刚刚一样 先做这一个 所以这个动作会先做 那做完了 再做后面这个 因为我们在积木程式里面 它就是循序的 由上往下去直行 有没有 开始变成黑的 是不是要颠倒过来 把它变成黑的 它就是关闭的意思 好 所以等于这样做两次 那因为我又加上 外面再加上一个回圈 它又会继续再做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无线回圈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那种霓虹灯 很多都是像这样子 对不对 包括像个 像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 或一些节庆的时候 有些人会在树上面 用那个LED灯 有没有 一条一条的 上面那个灯泡就会这样动 灯泡就会这样动 所以 那个很多 应该不是说很多 都是用 类似这样的方式 就是去算坐标的 或是用 正列的方式去完成 那 这一块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样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就看你是什么型的 因为我们刚刚 如果你要比较视觉的 反正就是直接看它 用打的嘛 就比较快 但是有些东西 其实写程式 会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像 你要做刚刚这些类型的 如果你是用这样 一颗一颗慢慢做的 那个程式码就会 其实会蛮长的 所以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习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